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二十九节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按原文可以翻译成 来吧 到我这里 所有劳苦有重担的人 我就是你们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心里柔和谦卑的柔和 可以翻译成温柔 谦卑细心 而在这一句之前有一个著词 何何本没有译出来 意思是因为或是旧事 简单的说 耶稣要门徒学的旧事 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恶是一块有两个拱形的木板 你可以用它将两头牛连在一起 一同来拉一辆车 而恶的价值在于它能够使负荷减半 如果用恶将两头牛连起来 两头牛一起拉 每头牛的负载就只有原来的一半重 当耶稣说 你们当负的恶 他是说要分担我们的难处和压力 学我的样式 直接翻译是你们要学我 所以耶稣要我们学他 并非只是知识或理论性的学习 而是要借着实际的操练和经验 去学会柔和谦卑 你们心里就必得想安息 得想是发现找到的意思 对当时的人而言 法利塞人与文士 教导那些想要认识上帝的人 要遵守一大堆的律法规条 这等于是使人非得劳苦重担不可 而耶稣却应允他要给人安息 给人休息 今天我们的信仰是否能够给人安息呢 还是跟当初的犹太教一样 充满规条 繁文辱节 要人去遵守一大堆外面的规定 而难以安息呢